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红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花莲是石头的故乡 在这次的强政中 一品叶也成为了严重的受灾户 就在距离天王星大楼不到200公尺的十一大街 店家的损失出估就有500万元 加上灾区的观光人潮大减 业者希望在租金上能够有所减灭 琥珀也贵啊 这些都很贵 都倒了啊 这个也都像这样子那么贵的也都破裂了 地上好几摊七彩斑斓的碎石 这些可是都要假不斐 全部都因为地震严重回损 二十几万就毁了 毁了啊 毁了 随便一点都税略位数起跳 各种玉石全数衰毁 让店家看得心里都在淌险 每一间店它的灾损都非常严重 那你看很多店家 它不是没有人 它是没有心情来雇了 随便一点就是动辄百万 也难怪业者迟迟不想面对 这也是花莲著名的十一大街 距离倒塌的天王新大楼 只有不到三百公尺 灾损自然是相当严重 太多了 无法去算 这个小东西 几个都几百 几千 几万的也有啊 所以说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算 业者损失惨重之外 俗话公路受创 扔店家门口罗雀 而这里每个月的租金平均可是要一万元 这边是国有地嘛 那是说租金减免这方面 最主要是说我们那个现在是租金造缴啦 算是没客人 疫情那三年 那三年没有完全没客人 我们是租金也是造缴啦 隔夜者真的好无奈向政府喊话 希望中央介入 让他们的生活得以过得下去 我想这个政府这边有必要来协助 他们跟他们的房东啦 这个铁路公司啊 这个来协商有关于电租减免 或减少的这个 下个礼拜一啊 我们在圆明馆啊 我们有办一场 有关于观光业的 这个不管是他们 他们的周转金 还是资本性的支出 目前政府现在全额担保 可这似乎还远远不够 花链观光要回到网络荣景 还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补助 介绍文艺徐立琴 花链桑报导